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过去的这两个多月里面成绩是非常抢眼的 那今天呢我们是希望提醒大家一支新的股票 就是通用钢铁股票代码是GSI 那首先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2004年10月 通用钢铁在美国小型股创业板成功挂牌上市 2008年8月 转版至纽交所主板 成为中国钢铁第一例 也成为第一家自纽交所高增长市场 转版至纽交所主板的中国公司 通用钢铁GSI 与包头钢铁集团 陕西龙门钢铁集团 和茂名恒大钢铁集团 成立了合资公司 其中陕西龙门钢铁 具备年产700万吨钢的综合生产能力 是中国西部最大的精品建材生产基地 和陕西省为数不多的年营业收入 过百亿元的支柱企业之一 好的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从以上这个短片当中呢 可以了解到 通用钢铁这个公司 它主要的核心资产 是中国陕西省的龙门钢厂 这个钢厂的总职工人数 是超过了1万人 然后它年均的这个钢产量 可以达到700万吨 所以它是中国西部 一个最大的精品建材生产基地 也是陕西省这个为数不多的 年营业收入超过百亿的支柱型企业 那么另外呢 GSI的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释放出来的信息也是非常诱人的 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 GSI的这个总发行盘是5530万 那么它的流通盘是3350万 目前的股价是在1块4毛6附近 那第二点就是 它的流通盘是3350万 那么是占到了它总发行盘的差不多60% 那一旦受到资金的关注的话 那么它的交易量会非常的活跃 第三点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目前的这个每一股的价值是在1块1毛7 然后每一股的盈利是48块07分 然后它的股价是在1块4毛6 所以它的股价是被严重低估的 是属于这个很有潜力的一种类型的股票 那第四点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市值 它目前这家公司的这个市场价值 公司价值是在21亿 但是它的市值呢 只有7742万 其实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一些 比如说很知名的公司 像Google啊 Apple啊 这一类的公司 它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它的公司价值 那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它同行业的 比如说美国钢铁 我们都知道美国钢铁 它目前的市值是35亿 然后公司价值呢 是68亿 所以说呢 它的市场市值差不多实现了 它一半的这个公司价值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GSI 它的市值只实现了 它27分之一的公司价值 所以它是被严重低估的 这个非常明显 那还有第五点呢 我们可以看 从它的第三季度的季报可以看出来 公司已经扭亏为盈了 并且公司对第四季度的这个营收 也是非常看好的 而且呢 钢的价格也在回升当中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 因为一个是政府方面的支持 第二个是市场的这个 工酬的关系也在改善 所以的钢价在回升当中 而且公司的高层也表示 一旦公司的这个 营运管理的效率提高了 那么他们想重启这个回购的计划 我们也都知道一家公司 如果采取高管回购的这个行为的话 说明公司对它的未来的发展 是非常有信心的 而且这样的举动也会 刺激到这个市场上 这些股东的这个信心 所以呢 今天我们提醒大家 关注通用钢铁GSI 它目前的这个股价是在 一块四毛六 距离我们的目标来说的话 我们认为它至少 还有50%以上的这个上涨空间 是非常诱人的 非常值得关注的 所以提醒大家关注通用钢铁GSI